尼泊尔拥有多元文化和宗教遗产 其中佛教是尼泊尔的第二大宗教 然而与占多数的印度教信徒相比 佛教徒的人数相对较少 根据尼泊尔202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 尼泊尔共有7.8%的人口信奉佛教 约为265万人 在尼泊尔的人们很羞愿 在尼泊尔的人们在尼泊尔 但他们没有正确的教育 所以尼泊尔的人们在尼泊尔的尼泊尔 尼泊尔的电视频就开始 尼泊尔人们在尼泊尔的尼泊尔 作为尼泊尔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佛教卫星电视台 尼泊尔菩提电视台致力于在当地弘扬佛法 主要以播放佛教讲义的讲解 或是直播来自尼泊尔和世界各地的佛教僧侣的诵经和仪式 对于此季在尼泊尔的深耕发展 媒体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我们也知道说上人要回馈佛国 回报佛恩 希望说透过实际志工在南比尼的付出跟活动 如何带动本地人来翻转他们的生活 比如医疗职业的拔苦娱乐 我们的逢任班 灵措斜计划 还有静思雨入校园 这些等等的工作呢 也希望能够在整个尼泊尔传授正法 媒体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音言跟菩提电视台 有了这样的接洽 秉持着弘扬佛教利益众生的相同理念 刺激基金会与菩提电视台建立了合作关系 2023年 刺激首次在南比尼举办大型御佛典礼 为了让全球观众可以同步参与庄严法会 需要进行连线直播 菩提电视台确立提供技术及设备支援 桑吉更是亲自坐镇指挥 共同圆满了这场庄严法会 而这份音缘也持续到了今年的御佛典礼 我们从Lumini开始4年之前 每天早上两次一天 两次一天 昨年我从这地方播放 我跟Juji人交流 从那天我来说 我认为师父亲的爱情 和世界上的一切 2023年9月 刺激基金会副总执行长林静贤 前往家的满都 与菩提电视台团队商讨合作事宜 林副总赞送一本 障眼法师手巢本的《无量益经》 并表达了希望菩提电视台 能协助翻译和播出的意愿 《无量益经》是在全世界 很少有道场地去注意的 未来你每天有一个时段 就播出一段一品 每天一品一品的《无量益经》 这样的话 就是真正的把佛法的精神在落实 当我经历了这本书 这本书是《Sutra of Infinite Meanings》 这是一个非常大大书 在《Mahayana field》中的《Buddhism》 Most Veneable Master 教了《Buddha-Dharma》 在一种方法 所以人们可以明白 这是一个很好的节奏 我们要播放在《Bodheteleven》 我们很幸运 我们很幸运 在这种节奏中的节奏 从《Dai Television》 和《Soogee Foundation》 2023年年末 桑吉与巴山教授 一同造访台湾慈祭志业 也开启了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隔年元旦 菩提电视台与台湾慈祭基基金会 签署合作备忘录 正式启动合作 每周一、三、五 在菩提电视台播放正言法师说故事 人间菩提和祈祷 将佛头的智慧和慈祭的理念 传递给宁波尔观众 我告诉你 他们在进行中 毕竞盾 这是有更难的 我用来如此, 饭你们给他们学习 我认为他们认为良好的人 他们认为…不太生命在家人 他们一生惊人 因为他们被离开 在家人身上, 因为他们他们得要出动 他们在家人物上就是被离开 他们被离开 我们希望在尼泊尔有这样的一个推述的活动 希望大家能能响应如何帮助这个地球 气候变迁跟文字效应 让世界更和平更和谐 being Buddhist television it's very hard to survive in Nepal without any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 without any help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here we got some sponsorship like Tzu-Zi did for us so we hope together with Tzu-Zi we will establish a benchmark about propagating Buddhism proper Buddhism in my heart 菩提电视台与 Tzu-Zi基基金会的合作 已已深远 在尼泊弘扬正规佛教任重道远 相信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佛陀的慈悲与智慧 将照亮更多人的心灵 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和安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